未未Testing 不用Testing啦 剛剛好 不好意思啦 遲了兩個字跟大家開始這個洞廢 歡迎大家收聽《獨漫廢物》逢星期五晚 今晚呢 人家的新聞節目就講中女 我們又講港女 人家講大師喔 今晚應該 講自雲大師 我們是一班大師 我們又中女 我們今集就講男講女講港女 沒有講女 全都是人女 可能我講金小文 他的變化最小 收聽的方法是 www.acrubish.org msnacrubish.radio.gmail.com Skype acrubish.radio就是我們帳號 未裝Skype的快點趁這段時間裝好 再不想M群問朋友怎樣去用Skype 不要錯過 待會出線機會 我們隨時會問問題 是啊 今晚我們就 欸 不是喔 別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我是韋雄 我是美日郎 我是私敵 今晚就講女 所以就是一班馬鈴佬 馬鈴佬 這麼像以前那套 今晚不設房 哈哈 今晚都不設房的 今晚都不設房的 今晚都不設的 你想設什麼 你在旁邊開家 我們設房 好 言歸正傳 為什麼我們想找女兒來講呢 因為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就是三八婦女節 一班三八婦女 就經歷了三八婦女節 所以我們對女性 一向都很敬重 很尊敬 是嗎 一向都是 你不是的 總是覺得 你今集好像是用來衝撞 不是 這是去年的時候 你記錯了 今年我們會採取一個 尊重而專業的態度 是啊 所以那些婦女團 就要留意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 叫他們準備投訴 不是 就是 經過一年的努力 驗收成果 看看我們有多尊重女性 今集就是這樣 哈哈 今天主要是說動漫作品裡面的女性 大家心疑的女性 有聽開VIPOS都知道 我們之前這一年 有幾單都是跟女性角色掛了勾 要搞清楚 因為其實這次這個題目 在留言板也有很多朋友回應 都未做節目 就已經有兩版 有兩版的回應 他們都說了他們喜歡哪些 因為跟去年這個 我最想大巴大巴扯的女主角 就做了一個 極端的對比 這次他們的題目 就看了這個 我最想大支大支扯的女主角 其實不是的 雖然你們 講你們喜歡哪個女主角 固然都沒有問題 其實我想討論 現在主要集中在 我們 怎樣看漫畫家 哪些漫畫家北下的女主角 或者是女角 不是女主角 女角 她是畫得吸引的 以及在什麼地方她吸引的 基本上都是要講到外 動漫女角吸引的不外乎 要不就是她造型外表 再不就是她的性格行為 我們不如嘗試從這方面去分析 討論一下 逐件逐件的抽絲魔間 去講這些女國的文化 其實都有好幾個類型 或者我提一提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是分開了兩大類型 木魚和金魚 木魚系和金魚系 紅情廢物的時候才會說 今晚就是動漫廢物 紅情廢物 今晚就是動漫不接放 可以用我們四個人講 都可以 我覺得木魚系 香港首推就是黃狼 北下所有角色都是木魚系 都是用來開波 你講木魚系 我們嘗試這樣說 木魚系 其實呢 雖然感覺好像不太好 但的確我的偶像 慈上療一 她畫女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是嗎 那些女是寫實得來 劇化者真實得來 是漂亮的 那些女的形狀 基本上這條女的形狀都OK 除了一些特別誇張的肥婆之外 你感覺上好像是在看模特兒雜誌 或者是那些宣傳海報 對 在整體的形象來說 她都畫到那個形狀出來 吸引的 有 譬如我們舉英雄本色為例 她那個女主角北元恆子 她是女警官來的 她有些英氣在那裡 而那些母小姐相對比較 可以發揮到那種 脂粉味 但是她的身體 基本上都是 就是 是那類的 但是很固定的 其實每個身材都是很遲 很遲 譬如有些人能夠透過 譬如草莓100% 你遮了個角色的頭 但你看身體 都可以分出不同的角色 慈上那一系 就沒有這種的鑑變 難怪原來香港漫畫和狼 都是成計了慈上那一系列 這種畫女的方式 描寫女角的方式 我覺得慈上那一系列可能是 她分開的類別 可能看樣貌都可以分到的 例如 她最近其中一個作品是霸 看 雕蟬的表情 跟一般女人是不同的 她特別是 苦味一點的 也都是誘惑一點的 她跟趙雲的樣子是不一樣的 是啊 大家剛剛已經說了兩類 我最想 剛剛是錯了 我最想的那兩類 一類真的很二次元系 一類很寫實系 一般最能夠打動到大部分的青少年那一類 應該首選是夢中情人那一類 是啊 那一類在我的童年的時間 我想是2D和3D都會看的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有些人成長了之後 就會走向一旦一旁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聞 我們都知道有一批這樣的讀者 近年看動畫 發覺完全是一面倒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 甚至是不太好的一個現象 我自己 其實我想說幾類寫實系的女角 其實他們都是重要的 也是我特別喜歡看的 不過你剛才說的夢中情人 就是我小時候看的一個類型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套作品呢 我說沒有看過就沒有人相信的了 無論如何都要說有 亦都當時 不論香港日本都掀動了很多少男的心 就是這個我是小忌廉 其實小忌廉不只殺男性市場 就是先打給女性為主 因為這些魔法少女 是的 但是因為他的形象太成功 和太突出了 結果兩方面都被他老獲了 再加上故事中 小忌廉和他成長之後 兩個身份 都非常引人入性 我自己是引人入性的 其實我想說 那時候真的是 會啟發了一些性幻想 就是他由一個未發育的少女 去到變身成為一個少女 就是最早期的一個性幻想的隊長 其實這方面 你說這方面其實後期 其實都不後期了 現在說回都很前期 的美少爺是有少許承繼了她的性質 是不是那些人看變身的時候 是故意定鏡了在她的 也是的 而且是 主角主要是分開兩邊的人生 都令人有種 好像實現夢想的感覺 我反而是 反過來想 我會覺得是 剛才阿偉紅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變身那一下 第二就是 超短裙 我要你跳什麼呢 超短裙 另外我想提到的就是 包括 如果你剛才這樣說的話 小忌廉的那套 變身呢 小時候和大時候看美少爺戰士 就是 理論上 因為其實已經看過小忌廉了 應該是沒有那麼衝動的 當然 但是反過來 因為她玩水手服 某個意義上其實是一種制服誘惑 所以她給了另一種 衝擊給當年的青少年 嗯 講開有少女又水手服 小杰,你也要夢幻一點 我想在夢中情人裏面 多說一個 當年都勾引不少男性 就是這個 心跳回憶的 彭奇斯職 她其實 這個真的 可以說是 性格那裡 全勝 甚至乎當年 很多人提出討論的時候 或者是 有人去抗擊這種文化 玩這些girl game 玩到這麼入迷 不能自拔 覺得很鄙視 但是反而那些 男玩家就出來 反過來 反過來 就是覺得 現實中就是沒有這麼溫柔體調的女性 所以我們才要沉溺在這些girl game裡面 在性格上 真的是 幾別樹一格的一個角色 其實當年 現在說起 似乎水手服當年 真的引起了一個很大的風潮 當然 美術戰士 心跳回憶 主持都說了一些很經典的例子 但我 另外一套 我可能比較 其實也不領類 但那時候 H game來說 是比較 比較少人會去談論 同級生 當年都是 好像是一個 H版的心跳回憶的感覺 亦都令到很多 好像開啟了香港少男 玩H game的風潮 到後面很多 不知道什麼 什麼級生 什麼級生 都是用同樣的模式去做 那個公式當時已經確立了 對 都是校服 或者水手服 或者 甚至是 更多變化 都只是制服 不過你剛才說到制服 或者是一些很可愛的女生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 他媽媽家 他筆下的女性 簡直就是建立了一個 王者的地位 王者的地位 接下來 都是 你只能夠模仿 或者 跟從她 基本上她是太陽 那就是貴靜和 嘩 但很不幸 就是 當她的 女角越畫越漂亮 她本書的劇情 就會令你越來越火 沒有關係 我理解 如果你要看女生 首先說一下 為什麼要欣賞她 我猜大家差不多 第一 就是她的絕對領域 基本上她比起EVA 更早建立了 這個絕對領域的 這個 就是文化 短圈 大象物 不是 絲襪 然後就是 固著大腿 那些小小肉出來 不要千萬不要多 那至於多多少呢 她是掌握得很好 你講起 真的 貴靜和真是始祖 這一方面 她是 首先是 將女性的同體 在一個這麼 怎麼說 這麼慢慢的面相下面 可以形成一個這麼真實的 身體的描寫 尤其是 描繪女角在不同的感情起伏 例如 發脾氣 妒忌 那些畫面上 她的面部表情表達是很細緻 再配上她在女性驅體純熟的表達 堪稱去到無出其有的地方 她不單止是 建立了這個 AT AT V AT 力場 之外 更加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小小異人的露出 就是這個 小婦婦 就是一條底環 而且的確是 她 北下的女角 並不需要經常去拿路 一個很大程度的拿路 其實都可以吸引到 少男 引起少男的幻想 某程度她就是 把Drum的道德界線 觸摸得非常透徹 經常在這個邊緣游走的 一個白人 基本上和 富堅 兩位都是 真的 大家揣摩不同的領域 而且她是 不停地挑戰Drum的極限 但是以 打網球為例 兩個都是擦邊球的王者 沒錯 她固然都擦邊 但是她當時 我知道 其實M群有很多人都在說 這個 桂靜和的故事很難 那些女生很有什麼用 故事很難 但是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是討論 她北下的女性 她畫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有什麼地方吸引人 所以 個性我們是不討論的 就是我們很膚淺的 又或者那個作者的道德觀念 品格 不在今晚討論之列 其實我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 她 其實畫女性 作為一個 漫畫家的 長項 的強項 或者叫做 其實是永遠都有市場的 包括 之前 我那個年代 就看 鬼情和的 她的劇情 其實根本上 我 著重的點 不是在劇情 到後面 承接著她的 可能有草莓 到最近 其實有 有《To Love》 有《魔法老師》 或者叫做 再之前少少也有《純情》 《防客超防東》 其實這類的 故事 或者叫做 類型的漫畫 是永遠都有市場 因為永遠都有一群少男 希望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 看到這群女神 對 一套這樣的漫畫 有聽眾 覺得 哇 這群人 很明顯說我們 人渣 進入這個膚淺模 其實是這樣理解的 這條題 或者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雖然好像很膚淺 但其實 其實一點都不膚淺 都深入的 理由就是 如果你要討論那個畫家 或者那個漫畫家 你畫女角的個性的話 其實應該逐部作品討論 或者逐個角色討論 有些她可能會處理得好 有些她處理得不好 但是你去怎樣掌握那個女性的 不只是身材 有些特徵她做得最好的呢 吸引的盟點 對 可能是盟點 其實可以是不好的 我們待會也會討論一下 其實有 某一個派別的漫畫家 他們完全不懂得掌握 怎樣畫一個吸引的女性 但不只是個性的問題 所以 其實都不膚淺 有人 就是 看一個 看出了一個漫畫家 我猜 都是我們當年 曾幾何時都很迷的 一個漫畫家 你也很迷 我也是 我也是在北條詩 北條詩 我已經過了最火紅的年代 我看完我那時候 已經是冰了一刻 是搞怪家庭 是搞怪家庭 因為City Hunter已經結束了 好一段時間 萬機分享一下對北條詩 北下女國的感覺 其實北條詩這個漫畫家 他畫女 就是從小看到大 不論哪裡都好 就是 I mean 在哪裡看 在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總之從小看到大 當年看他的時候 你看到 他也是很能夠掌握 女性的那種美 尤其是年青 我想主要是線條美 尤其是幼線條的表達 跟慈尚鳥一相比之下 對 如果是相比上來 慈尚鳥一相比之下 比較粗線條一點的女 好像黑開 鬼妹 他總是覺得 但是 他有一種 不是中國 不是亞洲人的那種味道 北條詩不下的那種類 有一種東方 有些東方味的感覺 接下來 他可以做得到的就是 身形比例好 還有性感 要性感的時候 很多都性感 但是他 你不覺得他好像 貴正和那樣 如果說路得多 譬如 因為 北條詩畫的女性 或者畫的場面 經常都在沙灘 洗澡 洗澡 比較少性感 雖然他露出的地方 會比較多一些 但是他畫出來的感覺 是沒有那麼適情的 健康一點的感覺 對 健康很多的 相比貴正和 或者跟著他那一派走的 都是要健康的 那就是 縱然那個男主角 再色情感也好 你這本書是不覺得容易淫 當然你說 有哪一本書露得最多 露得極徹底大 完全不容易淫 那就是叮噹 哈哈 哈哈 但是 我們別除了 不止不用 如果說 道中兵團 可不可以列入這個 道中兵團 就是什麼 阿里三號 哈哈 反感 是不是一套 道理中出的兵團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這個就會不一樣 我會覺得 它 是吸引的 那個 很吸引的 那個 attraction 在裡面 某程度兩者的路線是很不同的 一個 一個是比較青年晚 一個是少年晚 但是 最有趣的是 隨著這個 漫畫家 他自己成長 他畫的女 你會感覺到 有一種老態 就算在畫少女的時候 你感覺不到 是少女 是啊 變成中女 哈哈 就是你沒有辦法再感受得到 當年 譬如牙子 你沒有辦法再感受到 當年牙子的那種性感 雖然 他的而車就變成熟女 因為已經四十了 但是 譬如 就算是 玻璃心 玻璃心 你都感覺不到 當年 因為 他這個造型 以前在City Hunter 肯定是委託人 每個人都可以惹人下想 但是 到了現在的玻璃心 就做不到 可能 你會看到 雖然 在故事來說 City Hunter 去到 Angel Heart 可能不再適合 少年看 因為 他說的是一個 爸爸的心情 可能因為他是爸爸 所以 他畫出來 不可以太下想 他自己都犯罪 其實City Hunter 也不多少年 不過當年的界線 是比較薄一點 漫妓說開這件事 跟漫妓加的年紀 我忽然想起一個題目 可以留在 整個節目最尾那裡才說 我們繼續 分享不同類型的女角 說起中女 當然要看夜王 井上幾樑 他那些其實不是真的中女 成熟 其實也不中 看你要界線定那邊 那你要看 最初那一輯 那個女主角 麗美 其實他的漫畫裏面 每個中女都畫到 好像黑木桶那樣漂亮 麗美初出場的時候 都是28歲而已 好像說 四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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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 接近四十歲應該 如果四十幾 沒理由畫成這樣 但是你把他比較起 這個電視版的東西 你就知道 電視版那個 那個麗美是一個壓閃 是跟那個漫畫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的漫畫 我覺得井上幾樑的特色 就是一些年輕的女性 他都會畫到有一種 中中的味道 如果你把初科寮的其他作品 其他的主筆去畫 比如你是母機 或者是梁王 你會發覺那些全部都會變成年輕人 很明顯是主筆 那個表現是不同的 會不會是因為他的影印關係 即使肥老師 日本原來也有影印度 搞到那些女角的面相 都硬了 永遠都只有幾個表情 但是我偉紅說開這個 看夜王 又談女性的問題 我也有一個想法 就是和萬華之前說 看《慈尚遼一》的有一點感 就是不會說 很入到你的心 雖然說他的女性角色是很漂亮的 即是有一種Model的感覺 就算他裡面所說的美女 但又似乎 不會及其他類型 我們看的那些作品 這麼入到你的心 或者選為 即是頭號無中情人 那類的 是否始終欠缺那個角色的性格描寫 我覺得他整體上畫得很優雅 即是他成功的地方就是 他中女是畫出來 但都是會給你一種年輕的感覺 即是甚至乎 我覺得最誇張的就是 他畫到後來 即是中段 講姓也的媽媽 即是已經講到 他是類似一個五十歲 五十歲左右的女人 即是都在了一點就文 但他都會畫得很漂亮 但他對於他的表情等等的變化 其實就不太大 即是他像一張是時裝雜誌的照片 因為很少看到他那些女性角色 是比較多的笑面 即是每一個都是很硬斑斑的 爛毫無情的感覺 反而譬如之前 《小貝大力推薦》那一套《原善物語》 他很喜歡《特和紀》那種描寫方式 他寫到一些女性角色 由少女成長到成為足所謂的中女 都寫得出那種性格在這裏 即是令你感覺到 這個就是比較開朗 甚至乎他已經三十幾歲 都還有少少那種跳皮 會令角色能夠留在你的心裏 但是《大和和紀》那些畫 就是你真的看氣質 透過他的動靜去看氣質 你基本上看他的女性 你是看不出誰打誰 很難分 很難分 這個也是他的藥項 對 這個是《大和和紀》的藥項 所以看他的畫筆下的女性 是有點辛苦的 如果要去看 當然 我們看《大和和紀》的書 都不特別多 只是看了一套《原事》 但《原事》就會給我這種感覺 《原事》畫這麼多女性 他都會表達成這樣 其他可能很難再傳出什麼大的期望 講了幾類 都講了一個比較少的派別 有一班忠實支持者 就是屬於機梁 即是機械的女角 通常這類角色都是以少女狀態出現的 由誰開始講起好呢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類角色 就應該是《True Heart》那裡 第二集 《True Heart》 嘩 耳朵那裡有一個好像金屬的耳罩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有記錯 請聽出門指證 通常這類角色就會設定 因為他們是機械 即是人工智能 性格就是比較天真無奇 入世未深很多東西都不懂 就是需要主角去教導的 就有另一種接近妹系那種惹人戀愛的感覺 嘩 糟了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很想說回小雲 小雲也是機梁 對 她也是側捲千平的妹妹 真的問得起 對 尤其是 她說得很神奇 那時候我的童年的一大兒話 就是她跟那個不知道牛奶堂幾號 牛奶堂四號或者叫小寶寶 對 說會結婚的 我想跟她這樣的身世 結了婚是怎樣 那你有沒有立刻去作一個 跟別人的外傳 畫的那些過程 變成功學那些 兩條電線這樣貼起來 就可以繁殖下一代 不用了最後 其實是千平方士幫我們製造多個新生格 其實不知道 草替數字 都有一個 即是有少許機梁的感覺 對 尤其是去到第一輯最後 她被人殺了 即是沒有了肉身 她再下來 她當初也是 下了一個二孩 小時候因為那些病變的原因 那這類就 除了我剛才說的 天真無邪那類 有些就 另一種性格 就是比較冷酷 因為她本身是機械來的 但是這樣又反而吸引到人 某程度 寧波麗也是這種性格衍生出來的 但是 比如你說鵪野 如果只是說女角 她畫出來 她出色的在人切方面 例如寧波麗的樣子比較酷 明日香就會比較 因為她用暖色 她用暖色的 例如橙色頭髮 紅色的戰鬥服 而寧波麗就是冷色的 藍色頭髮 然後白色的戰鬥服 所以 她本身也是在人切上面 就已經解開了 你看漫畫 和看動畫 就會出現 再多一種分野 令你怎樣去感覺這個角色 又會有些不一樣 說起機械 其實我在留言板上也看到有些朋友 寧波麗 就是嘉莉 之前說過的聰夢 的女主角 都是這個 她就有人腦 但是是機械身體 某程度都屬於機械 雖然她的性格是來自真人 其中一種挺有趣的 就是會有一點點的自卑心 因為自己是沒有肉體的 經歷某些事件的時候 她會有一般人所沒有的那種 不自然的感覺 這個 反而都會成為盲點 去俘虜某些想保護人的男性 如果說回 剛才阿郎提到留言板 那會不會 東城的 即是草莫100%的 那些 其實你覺得 草莫100%就是河下 水溪 有沒有已經可以挑戰到 祖師爺桂靜和的地步呢? 我頂籠覺得草莫是一個 Follower 他沒有能力去挑戰 他唯一能夠在市場 暫力他 是因為桂青和走了 走另外一條路 他真的Follow得很完整 去Follow Ice 即是他根本不是 不只是Follow着桂青和 他簡直是Following Ice的市場 因為見幾個女角 主要女角的設定上 都是齊齊的了 如果是說畫女角來講 純愛 高中系 其實已經 沒有辦法再突破 桂青和這個功能界別 有很強烈的功能 這個功能界別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進一步了 你覺得是不是 你說如果真的要像當年桂青和的Ice 一看就能夠挑動到少男的心 那種功能效果 暫時還未找到超越他 因為提供到同樣的效果 要不就完全不同類型 很難作出比較 現在我們看到都是一班跟隨者 或者抄襲者 那變成 要不就完全走另外一些路線 看這個 絕望先生也有少這種感覺 寫一班 裡面的人 不同的女角 但他竟然不是完全走那個方向 他是靠 角色的個性 去吸引大家 他就算裡面畫到 牧村卡瑞拉 設定上是波馬來的 但大家都竟然不是在這個方向上 被他所吸引到的 所以 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 這些 水手服少女可以突破到台階呢 暫時還未見到 我可能覺得是一個編輯方向的問題 可能雜誌編輯方面 覺得這個市場還可以賺到吃 或者叫做 出一本這樣的書 是可以維持到一定的銷量 但是 但是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可以 添加更多的元素 或者可能把女角由小寫到大 什麼叫做由小寫到大 年紀小寫到年紀大 可能寫到出社會 因為這一類型的漫畫 很大部分就是 男女主角其實出生了 在社會上出生了 其實就結束了 我不覺得幻想空間去到那裡就為止了 絕對是可以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詩迪說這件事 最後也插一插 可以說一插 好啊 那你BL 因為詩迪說的 想起另一套作品 就很符合你所說的 就是追名高智的 絕對可憐children 其實就是講男主角 以一個監護人身份 看著三位超能力少女成長 當初以為是幻想 講笑 他們現在雖然還是小學生 接著會一直描寫他們長大 誰知道現在故事真的發展到這樣 動畫那裡也似乎是 因著這個方向走 可能也是能夠突破到以前的作品 只是寫一段很短的女國成長時期 可能會是另一種吸引的地方 第一節暫時到此為止 稍後回來還會繼續跟大家說說 不同的漫畫家 或者不同的系別 功能界別的女國 我們稍後再見